你好 我是匈奴人 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伤亡惨烈 网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有一名北韩士兵被俘虏 他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他属于宣前在库斯科地区 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北韩军队 这名俘虏述说 整个团队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 也就是说他的其余的战友通通都阵亡了 这名北韩士兵说 他们团队本来有40个人刚刚上战场 40个人应该是一个假枪牌 他们还没看见乌军在哪里 就遭遇火炮和无人机对他们能番攻击 然后他的兄弟King 也就是金和明宝当场死亡 这都是他的据说是亲兄弟 金的头被炸掉了 他幸亏躲在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底下 最后才得以存活下来 他说俄罗斯军官本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构建防御攻势 但是等到了前线 又要他们上前线 又要他们上战场作战 他们按照命令稀里糊涂的走到一个战壕 正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就看见无人机飞过来 他们都没见过无人机很好奇 没想到这个无人机围绕着他们飞了一圈 然后就开始投炸弹 接着又是炮弹飞过来 然后又是更多的无人机飞过来 炮弹打过来 也就是说这帮朝鲜人还没有分清楚东南西北就被消灭掉了 这就是现在的俄乌战场 十分的残酷 这是朝鲜这帮原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个朝鲜弗洛认为 他们的死要归咎于俄罗斯军队和普京总统 因为他们欺骗了他们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太阳王金正恩 他们欺骗了战无不胜的朝鲜军队 就是让朝鲜军队两眼一麻黑 啥都不知道就被消灭了 所以看了这段视频和介绍文字的网友 都纷纷议论说俄乌战场 现在是一台真正的绞肉机 比以前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加血腥 更加残酷 由此看来朝鲜军队去了以后 真是白给 朝鲜军队跟乌克兰军队现在的差别 有点像1840年那时候大清的百万雄狮 跟四千名英军的差异 也就是说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上去就是白白送死 另外就是中国留学生冒充美国公民投票 犯下重罪 美国密西根州当局星期三 10月30日宣布指控一名非美国公民 在2024年的大选中非法登记为选民 并且投下了选票 当地的媒体迪特略新闻报道说 此人是中国留学生 目前正在密西根大学读书 密西根州务卿乔斯林本身和沃斯特脑郡的检察官 埃里沙威特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说10月27日安纳保一处提前投票站 发生了涉及一名中国留学生 也就是非美国公民的违法事件 检察官随后提起了刑事指控 包括两项罪名 第一未经授权的选举人 涉及投票 也就是说他事先没有进行选民登记 他不具备公民资格 第二他做伪证 他明明不是公民 却宣称自己是公民 他为了获取选民登记 而提供了虚假的宣誓书 这份声明补充说 只有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选举中登记和投票 在任何登记表或者投票申请中 就其公民身份撒谎 构成违法 而且这是一项重罪 据有关的律师介绍说 这两项罪名加在一起 中国留学生可以判19年徒刑 底特论的新闻报道说 他是在安纳堡的密西根大学留学的19岁的公民 他利用了他在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证和其他文件 来证明自己符合本州居民条件 并且签署了一项声明 这份声明声称他自己是美国公民 随后他在一处提前投票点投票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最后截止日期是11月5日 但是各地早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免得到时候过于拥挤 州务卿本身和检察官的声明说 非美国公民投票是一种极其孤立和罕见的事件 在美国多个州和全国范围内的调查 从来没有发现有大量非公民登记投票的证据 所以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密西根州的检察长达纳内瑟尔 星期三宣布 与之前选举法有关的案件一样 该州的司法部 也就是总检察长 已经开始对此事展开 一项独立的平行调查 最终会把这个人送进监狱 他在声明中还指出 遵守法律是每一位居民的责任 非公民们不能在我们的选举中投票 我们极其严肃地对待所有选民舞弊的指程 这也完全是公众的期待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这个社会 它是相信你每一个人 但是任何人你胆敢作伪证去投票的话 最后会被发现 发现之后 那就是19年徒刑在等着你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或者侨民 还没有胆子这么大的 只有中国留学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 是想试验一下 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 还是出于其他的动机 总而言之 这起事件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事件 另外就是中国富豪 三年减少三分之一 据胡润北副版公布的资料 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呢 在过去三年 整整减少了三分之一 2024年中国上班企业家的总财富 比去年下降了10% 已经到了这个 2.97万亿美元 大概约合人民币21万亿 而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还有1185位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家上班 这一数字呢 也创下了有史以来中国的记录 但是呢 三年过去以后呢 上班人数连续下降 就是每年都下降 到了今年呢 仅有753人超过了10亿美元的门槛 实际上呢 这个门槛呢 还是呢 不符合实际的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拥有10亿美元的753人 大部分还都拥有股票 而这个股票呢 是中共 这个政府强行抬举的 所以这份股票呢 是不真实的 是虚幻的 随着中国的这个股市呢 随时可能一落千丈 所以说呢 我估计到了明年的时候呢 这个人数呢 不到一半 也能有300人或者400人 这个账面财富 还能超过10亿美元 就不错了 所以网络的这个评价很有意思 说离习猪头的目标还很远 因为人们认为呢 习猪头的最终目标呢 将是彻底搞垮股市 彻底消灭的 消灭中国的亿万富豪 所以说呢 那10亿富豪 将来就更没有生存的机会 你的财产 不是被这个股票 这个贬值给弄没了 就是将来等着习猪头 来派人没收你 或者说你偷税漏税 总而言之呢 在中国呢 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做富豪的 中国的未来的富豪呢 基本上都要完蛋 这次我会说了 是没有资格兰股的 那么这是 在耀股里面的富豪呢 感谢观看